Hello,大家好,我是小博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 说到微不进阶,MyBetus框架这门技术 今天我们进行第三部分讲解 MyBetus重要组件的一些介绍 通过前面的课程 我们搭建起了一个MyBetus的demo项目 在这个demo项目里面 我们通过MyBetus查询了数据库的一张表 并且把表的结果打印到了控制台 那通过这个项目的一个流程的一个剖析 我们看到在这个MyBetus里面 有一些重要的组件 串接起了整个MyBetus的这个执行过程 那今天我们就早中讲解这些组件 其中有四个重要的组成部件 串接了这个整个MyBetus的执行流程 分别是SQL Session Factor Build SQL Session Factor SQL Session 还有一个Map Instance 那在前面的demo里面 我们其实用到了前三项东西 最后一项Map Instance没有用到 那在今天的课里面 我会带领大家 用这个Map Instance 做另外一种方式的查询 而且这个Instance Map Instance 其实是整个MyBetus OIM印象框架的精髓都在这个里面 整个OIM全部是通过它来进行玩耍的 那下面我们进行第一个组成部件 SQL Session Factor Build的介绍 那通过前面我们搭建的这个MyBetus的查询demo流程 通过它的这个执行流程的这个剖析啊 我们知道这个SQL Session Factor Build它的主要作用呢 那就是通过它搭建出一个SQL Session Factor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代码 在这里呢我们通过这个SQL Session Factor Build啊 构建出了这个SQL Session Factor 那这里呢代码是直接Near了一个这个 SQL Session Factor Build 就直接使用它了 这样不利于我们官场 我们把这个单独给拎出来 我们重新构建一个SQL Session Factor Build 然后通过这个新的Session Factor Build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些方法 看这里我们发现Build啊 它有很多它的这个重载方法 那我们现在其实是调用了这个重载方法 然后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些重载方法里面 似乎都和这个文件的读取流有关系 那唯独有一个这个方法很特殊 似乎是好像不需要读一个文件的流 我们也能构建出一个SQL Session Factor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SQL Session Factor Build给拿出来 并且呢通过这个SQL Session Factor Build 去往下面继续执行 那看看这个可不可以呢 来我们试验一下 我们新建一个APP 新建一个MAN方法进去 来做我们刚才的实验 比如说我们叫APP2 把这个SETIC方法勾上 那这里呢我已经准备好了限制的代码 节省时间我们就不去敲它了 把没有的架包引用一下 那这里呢我们看 我们先构建了一个Datasource 然后把Datasource的这个地址啊端口啊 用密码都设置进去 封章好了之后呢 构建了一个全Session Factor 然后构建了一个Airements 最后构建出这个Configuration 然后呢就通过这个Session Factor Build 直接传入这个Configuration 来构建出的这个Session Factor 这也是可行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整个这个Build的原码 到底是怎么玩的 其实我们看到它无数的重载方法 最后全部是调用 这个地方 传一个Configuration进去 那这个Configuration 我们通过前面演示已经可以知道 它通过XM配置进来 也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组装 这个Configuration进来 也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反正都可以帮 帮我们的应用程序呢 构建出这个Session Factor 通过Session Factor Build这个类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类 是不是它只有这个方法 它所有的重载方法全是干这个事情 所以它的目的呢 就只有一个事情 就是整成Session Factor 那它为什么要提供那么多重载方法呢 这里讲到我们那个 它的一种设计方式了 也就是说 它可以给使用者呢 提供多种方式来构建它的Session Factor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方法 它这里可以传入一个参数 Errorment 其实是什么 我们看到以后那个配置的时候讲啊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在这里面其实对应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核心配置文件啊 这个我们看一下 就对应这个属性 Errorment 它可以传入不同的这个字符 来获取不同的这个环境 也就是说这可以干嘛 我们想想 它可以切换不同的数据库 它其实这个意思在商业项目里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会开发很多环境 一个对应这个开发环境 一个对应生产环境 那我们在开发环境的时候呢 可能连的是开发环境的数据库 对于生产环境呢 可能我们定义的就是生产环境数据库 这时候我们只要发布代码 我们只要把参数换一下 而不需要进行代码的大的改动 那这个SQL Session Factor Build呢 在我们整个这个MyBTS的使用当中啊 其实它的使命就是建立一个SQL Session Factor 所以说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不需要再管它 不需要再去下后期在MyBTS使用中 不需要再使用到它了 好那第一个组件我们就讲完了 SQL Session Factor Build 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SQL Session Factor这个东西 我们回到原代码里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SQL Session Factor 它的定义 这个是一个接口 那定义了其实就两种方法 一种叫Open Session 还有一个呢就是Get Configuration 那我们看这个组件它干了什么事情呢 那很简单嘛 主要就是为了Open Session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打开SQL Session 然后还提供了一个方法呢 就是可以在这个运行过程中通过这个SQL Session Factor呢 还可以拿到它的核心配置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要检查它的核心配置 我们就需要再把它的配置啊 读取出来 开放了这样一个接口出来 那它的实现呢 其实在这个 MyBetix呢就提供了一个默认的DefaultSQL Session Factor 这个方法 这个类 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DefaultSQL Session Factor 这个MyBetix提供了唯一的一个这个SQL Session Factor的这个实现类 它呢有一个构造方法 也是唯一的构造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要构造这个DefaultSQL Session Factor 必须传一个Configuration过来 然后呢 你看它下面的Open Session啊 这些重载方法 就全部是通过这个Configuration里面的一些 一些获得的一些值 来调用这个Open Session from Database这个方法呢 打开一个个SQL Session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什么东西呢 你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东西 Configuration是不是我们的配置啊 这些是不是应该这样讲 都是我们写的XML里面的一些配置项 对不对 也就是说它最后打开这个SQL Session呢 就是通过这个XML里面的配置 通过不同的重载方法 然后呢 返回这个SQL Session 那具体说这里面的每一个配置项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要在下一节讲这个 它的配置文件的时候 核心配置文件的讲解的时候呢 为大家讲解这些东西 那通过这圆满的分析呢 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看到这个SQL Session Factor这个组件 它就是提供了这个Open Session这个方法 然后呢 根据配置文件里的配置信息 其实就是这个Configuration 然后呢 可以打开SQL Session 那这里呢 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个SQL Session Factor这个生命周期 在我们这个MyBelix的使用过程当中 我想这个里面是不是包含了这个配置文件的信息啊 那在我们这个程序的运行的这个生命周期里 是不是只应该有一份呢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采用单力模式来做 来构建这个Session Factor 当然其实在商业项目当中 比如说我们用了这些Spring框架 这些容器啊 那可能我们会用Spring的特性来配置这个东西 这个在我们以后的这个有个专题课程 就是MyBelix跟Spring的结合使用 这里呢会进行这方面的讲解 那这里我们想一下一个问题啊 假如我们这个项目的业务啊 需要连接到多个数据库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配置多个这个Session Factor呢 这个同学们可能去想一下 那通过这个Session Factor我们就返回了这个Session 那下面呢我们就讲解这个我们的第三个组件 MyBelix的第三个重要组件Session 我们还是回到代码里 我们看到这里的这个DefaultSession Factor啊 它最后呢其实在返回这个Session的时候 都是通过这个OpenSession from Database这个方法 最后呢它也都是返回了一个叫DefaultSession 这个和这个前面那个两个的组件的关系的很类似 名字起的也很相似 然后呢我们一样也看一下这个Session的原码 那一样也是一个接口对吧 那其实跟整个框架我们看下来就很觉得很熟悉了 这个方法提供了啊这个这个接口提供了很多方法 我们看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 全部是一些具体的查询方法 对吧 Select啊 Select one啊 也就是说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通过这个Session 点开来之后呢我们就会带有这些方法 就通过它来对这个数据库进行查询 这个CURD的操作了 那它这边呢就是MyBitis也是提供了它一个默认的叫DefaultSession的这个实现 就在这里 就是我们在前面讲那个执行流程剖析的时候 我们都看过这些代码 那这里呢 圆码的分析呢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实在太多了 这边时间有限 那这边我们要提这个关于这个Session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的一个执行范围是什么 我们说这个Session啊它不是一个现成安全的 所以呢它的最佳范围啊是在请求范围和方法范围 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我们说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看我们的代码 就是我们有没有注意我们的这个Session啊 它的这个变量的这个实力化是放在这个方法级别内部的 而我们不能把它放在这个 外面来 这样子写 这是不可以的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叫在请求范围之内呢 呃相信大家 做这个web开发都对一个这个request啊 都会理解就是我们 从client端发一个request请求到服务器端 这是一个典型的http请求 我们呢所以就要把这个SQL Session啊放在一个和这个请求相似的这个范围内 每次收到这个request请求呢我们就要打开一个SQL Session并且响应它 然后必须要关闭它 那这个关闭操作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要保证在这个finally里面 调用这个SQL调用这个Session close这个方法 把这个Session给关闭掉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说前面我们在代码实例里面我没讲过 这个Session里面带着connection 如果不关闭的话 对不关闭的话 会呢 会造成这个数据库资源的严重浪费 那我们来假设一个典型的一个 我们web开发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三层架构 从GSP页面端呢发了一个请求进入了这个控制层 比如说是stress就是action 那这个action呢会掉这个service层 service层呢会掉DL层 也就是最后呢 其实它是在这个DL层里面 执行了一个数据库查询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DL里面有一个query方法 查询方法 那这段话的意思呢 我们说的在这个请求范围级别内 就是说最后我们的查询 到了DL这个时候 才开始对数据库进行连接 执行 返回结果 并且完成 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我们的secure session 一定要在这个DL的方法级别内 我们实力化这个东西出来 就是这个secure session 然后在这个方法结束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session给close掉 那关于这个secure session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现在呢我们就进入最后一个组件 这个 map instance 那在刚刚开始这堂课的时候 我们讲过就是 在前面的demo当中呢 其实我们没有用到这个东西 我们首先呢 先把我们这个demo改一下 用我们这个map instance呢 来实现相同的功能 我们之前上次留了一个注释的demo在这里 我们把它解开来 然后呢把这个方法给注释掉 之后呢会发现我们少了一个叫studentmap这个东西 然后呢也没有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把它建一下 studentmap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接口 我们先把这个建好之后 我再给大家讲啊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把我们换成map 这个接口呢有什么方法呢 我们这时候选的方法名啊 和我们这个配置文件中这个名字呢 id啊取一样的 它的返回值呢 就是这个类型 当然我们这边不需要把它报名全部写出来 那它的参数呢 就是这个东西 它类型是一个 none类型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把它利用一下 这个方法名错了 哦 参数 这样的话我们要把它改成none 我们再执行一下 这段代码是不需要的 刚才讲了 只需要一个session sessionfactor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 你看它也能完成 那这里通过刚刚的操作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写的这个map 这个接口和这个 我们的这个数据映射文件 就是OM文件 里面有千丝万缕的这个关联 比如说这个这个组件呢 它其实我前面讲了是一个真正的完成整个 mybitisom映射的一个最核心的组件文件 就是mybitis的这个映射器组件 那通过的映射器组件呢 我们真正的实现了这个 xml配置 通过xml配置 把数据库表和我们的内存对象 一些定义的这个 其并对象 实现了这个关联 也就是OM的映射 那今天呢在这里 关于这个映射呢 我们就不多讲了 因为在下面有一节啊 我们专门会讲这个 映射器的配置 可能不止一节 会分好几节 因为整个整个配置呢 才是真正OM这个mybitis OM使用的这个核心 完好这个mybitis 就是要完好这个配置器 映射配置器 那今天呢我们的课呢 就先讲到这里 通过今天的课呢 给大家简单介绍了这个 mybitis的这个中央组件 然后更好地理解了这个 mybitis的这个工作流程 在下堂课呢 我们就会讲解这个 mybitis的核心配置文件 通过这个配置 就是怎么改变了这个 在这个SQL Session Factor里面的Configuration 然后打造了对数据库的一个关联 好的 谢谢大家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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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